怎么判断一个女人值不值得去 这是我私信里面提问最多的 我没有时间一个个给大家回复 所以我决定出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视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 也不要太认真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女生刷到的 请你绕道 也能为你着想的人可以去 从来不站在你角度考虑问题的人 不要去 给大家举个例子 女生说他们家风俗 是要20万彩脸 但是她知道你拿不出来 你家也没有那么多钱 这个就是典型的精致力解 从来不为你考虑 她只在乎她自己 能看清现实的人 这条很重要 我见过太多的女生看不清现实了 结婚了 总在羡慕别人家的好 总觉得自己 嫁给你是下嫁 这种女的 我跟你讲你娶了也不会幸福 因为什么 因为她看不清现实 她总觉得自己能嫁一个更好的 嫁不到高富帅 自己运气不好 嫁给你 是你贪了她的便宜了 第三 虚荣攀比的女人不能去 这种女的很好识别 你就看看她收入跟支出能不能成正比 我认识有些女的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都不知道从哪来的钱 结果疑问才知道 提前消费 是吧 各种信用卡刷爆 这种女的你娶回家 我给你讲花钱如流水 你赚的还没她花的快 她们没钱为什么要穿名牌 就是虚荣 就是攀比 好了 不说了 一会儿又要来骂我了 嘿嘿